如雷的掌声一波连着一波 连绵不绝 不少人都沉浸在刚刚那句质地有声的 因为我就是男人 我了解男人的话里 尤其是在场的女孩子 几乎都沸腾了 何之洲实在无语 沈夕还真有脸说自己是男人啊 她了解男人吗 哪有纯正的男人会说这样子的话 又不是标榜妇女之友的娘炮 真正的男人明明在这里 好吗 何之洲看着面色十分平静 内心已经是一片翻江倒海 我好喜欢何之洲哦 是啊 没想到她对感情也有研究呢 说话犀利又幽默 哎呀 以前还觉得她很冷呢 其实蛮可爱的呢 对呀 真没想到 她还真是一个小条皮呢 小条皮 何之洲被靠椅背 嘴角发出两道凛冽的呵呵声 然后一张脸再没有其他表情了 直到猴子突然碰了下她的手臂 递过来一条巧克力 沈美儿 吃吗 何之洲无情地拒绝了 不用 多谢 猴子碰碰自己的鼻子 壮汉说 最近的沈美人有点让人疼不下去 他完全同意壮汉的说法 最近的沈美人 还不如他的老大惹人疼爱呢 因为沈希的关系 W科技队没有顺利晋级 林潮汐比赛结束就跑去了厕所 直至她的队友来找林玉堂 下午要换评委 沈希顺顺利利地从评委席攻城身退 他推着优雅的步子走下来 结果刚走下来 W科技队的四变正一脸不爽地看着她 沈希熟视无睹 希希还在哭呢 四变对林玉堂说 希希 希希 沈希对自己和林潮汐撞了小名这件事十分不开心 他一把拉过河之洲 对大家说 希希明明在这里 他哪有哭 突然被拉过来的和之洲 愤怒地瞪了眼沈希 不过倒也没把沈希的手扶去 沈希继续对这位四变说 你不是说林潮汐在厕所哭吗 那你快点去安慰他呀 跑过来跟林玉堂说什么 难道林潮汐跑南厕所哭吗 四变被沈希说得噎住了 沈希又看向林玉堂 还是 林玉堂 你想去女厕所吗 去个头啊 林玉堂现在哪有什么心思 他直直盯着沈希和和之洲抓在一起的手 气得说不出话来了 机灵的猴子连忙把壮汉推到中间 挡住林玉堂的视线 他对这对肆无忌惮的男女已经没办法了 只能让老三委屈点了 中午 中午大伙一块从图书馆的报告厅出来 林潮汐也终于从女厕出来了 他眼眶红红的 但脸上还保持着淡淡的微笑 林玉堂安慰了他两句 盛在参与 林潮汐欲言又止 忍住不计较 沈希和和之洲一起走下来 一个气定神贤 一个脚步轻快 壮汉在林玉堂身边小声说 老三 绝对是演戏 猴子也拍了拍林玉堂的肩膀 老三 我总觉得沈美儿和老大非常怪异 我们先稳住 很有可能是他们故意气你 感情不都是这样一回事吗 在乎你就气你 林玉堂轻轻摁了一声 虽然沉默不语 心里已经将猴子的话听进去了 他也觉得沈希和和之洲演戏的可能性居多 这样想想 倒是能让自己淡定一些 不然他能怎么办 再冲上去干架 如果和之洲又摆出拳王的pose 他怎么办 林潮汐明天回W市了 猴子和壮汉安排了晚饭 晚饭结束 又在学校旁的KTV订了房间 一方面感谢林潮汐带来的麻辣鸭 另一方面 921宿舍聚一聚 融洽老三和老大的关系 兄弟如手足 女人如衣服事业 不管怎么说 沈美人跟老三谈 还是跟老大谈 都不是921宿舍的人谈吗 壮汉觉得两者并没有明显区别 反正没跟他谈 921宿舍聚会 沈希当然要跟去 何之洲把他拉住 不能去 沈希苦着脸说 当然要去 我代表的是你 不然大家都会觉得你不合群的 何之洲态度很坚决 我宁愿大家觉得我不合群 好吧 沈希对何之洲说 那我 在回宿舍哭一哭 何之洲拉住沈希的手 又妥协了 以前 他不会轻易改变自己的原则 现在 他已经没有原则了 沈希和何之洲的晚饭 没有跟猴子他们一块 因为沈希对着林朝西吃不下饭 他跟何之洲在老地方吃了西餐 结束之后 他坐在何之洲的自行车 出发去KTV 自行车上 他抱着自己的腰身 问前面的何之洲 何大哥 你说 我今天表现好吗 何之洲不说话 连回答的意思都没有了 沈希犹豫了一下 伸出手 在自己后背一下一下滑了起来 他知道 自己这里从小就特别怕痒 何之洲哪受得了这样的挑逗 红着脸吼出了一句 好 哎呀 好 沈希这才停下来 快速回应 谢谢 何之洲冷哼一声 沈希得寸进尺 何大哥 经过我刚刚的测验 你属于驱打乘招的类型 闭嘴 何之洲骑车来到路口 因为人多了 沈希很自觉跳下车 何之洲也下车 自行车由沈希推着 初夏的街头 有很多卖瓜的大卡车 沈希有点想买 他对何之洲说 你先去KTV吧 我要先买个东西 不行 何之洲无情地开口 想买西瓜对吧 居然被猜中了 沈希反问何之洲 为什么不答应啊 我买了你也可以吃啊 何之洲眼皮不眨一下 因为我不想被人看到 何之洲抱着大西瓜 闯进KTV 跟名声比起来 吃丁点西瓜 对我没有任何诱惑力 沈希嘟着嘴 不开心 七点半 他跟着何之洲 来到了这家大学城附近 最热闹的KTV 然后一路来到 猴子定的包厢房 包厢里有猴子 壮汉 林玉堂 林朝西 以及壮汉叫来的张燃 五光十色的气氛灯光下 张燃和林朝西 正在对唱范伟奇的 一个像夏天 一个像秋天 沈希带着何之洲 无耻地挤进了中间 坐下来之后 他突然从怀里 掏出了一个小西瓜出来 来 大家把这切了 何之洲不可思议地 眨了下眼睛 完全震惊了 他问沈希 你什么时候买来的 沈希回答 刚刚你去停车的时候啊 对话太美 猴子和壮汉都不敢听太多 更别说是林玉堂了 他坐在壮汉身边 心情郁洁地看着大屏幕 壮汉凑过去安慰他说 一切都是假的 一切都是假的 猴子让沈美人点歌 何之洲 把手拒绝了 他看着大理石上面的西瓜 想不明白 沈希到底是如何 在他眼皮底下 把西瓜藏进来的 沈美人不唱歌 猴子就邀请老大来一首 沈希爽快地答应下来 然后对壮汉说 快去帮我点一首女人花 我要梅艳芳的 壮汉 啥 沈希打算重复说一遍 正要开口 他只觉得后背被人一拧 他看向何之洲 好疼 921南宿舍 麦坝特别多 但今晚 林玉堂不唱了 老大不唱 就连沈美人也不唱了 猴子和壮汉属于典型的间隔 如果有人跟他们抢麦 就会唱得特别嗨 如果没人抢着 兴致也就淡下来了 最后大家一块儿玩起了牌 输了的人 就说一件人生中 做过的最恶心的事 如果大家都说不恶心 就要连喝三杯啤酒 这种猥琐又能活跃气氛的游戏 明显是壮汉想出来的 结果第一轮 输了的人也是壮汉 壮汉因为张燃在场 玩起了小清心 弱弱地开口说 吃榴莲算不算 壮汉被罚了三杯 第二局输掉的是猴子 他从来就是个诚实的好孩子 他说 我玩过鼻屎 好吧 够恶心 猴子顺利过关 沈西的第一局和第二局 都在何之洲的帮助下 赢了个满棚彩 结果第三局 何之洲去了一趟洗手间 他就被淋浴堂陷害了 何之洲刚回来 沈西正被大家逼问 从小到大 做过最恶心的事是什么 老大 别说你没有啊 壮汉黑黑地笑了两声 沈西看着何之洲 何之洲也看了他一眼 意思都写在眼里了 你直接喝酒吧 可他不甘心啊 灵浴堂被靠沙发 非常有兴趣地 等着情敌的恶心事 沈西想啊想 他本来想说个吃鼻屎的 猴子玩鼻屎能过 他吃鼻屎肯定没问题的 只是他实在没办法 在何之洲强大冷气压下 说出吃鼻屎三个字 他脑子转啊转啊 然后端起两杯酒 一杯递给淋浴堂 一杯自己端着 颇认真地开口 我这辈子做过最恶心的事 就是挖了老三的墙角 老三对不住了 灵浴堂真想教他一脸酒啊 沈西顺利过关 他转头看向何之洲 何之洲坐在沙发的最角落 手里玩着骰子 他本腰生气的 一团气就在胸口绕了个圈 结果气没出来 嘴角先勾起来了 他从来没想过 自己这辈子还可以如此耍贱 晚上十点 除了何之洲 沈西 猴子 壮汉和林玉堂 都已经回到921宿舍里 沈西已经累趴了 但他不忘泡脚和脚步按摩 壮汉已经完全习惯 老大那么讲究 他有点讨好地拿过沈西桌上的瓶子 开口说 老大 这个精油给我来点 可以吗 好吧 别用太多啊 沈西有点舍不得地 把精油递给壮汉 强调说 这个很贵的 谢谢老大 壮汉说 然后一把夺了过来 猴子呢 沈西泡脚泡得无聊了 问洗袜子回来的林玉堂 林玉堂没好气地回答 被叫做开会去了 沈西呕了一声 这才想起 921的寝室长是猴子大人啊 半个小时猴子回来了 手里还拿着一本书和一纸笔 他环视了整个宿舍一眼 对里面的三只说 今天的会议内容非常重要 有一件大事 需要跟你们传达一下 什么大事啊 猴子快说 沈西最捧场了 端坐在椅子看猴子 然后鼓起了掌 猴子轻壳一声 开始说 就是 我们宿舍 被选中 男大学生 精 业 健 康 抽 茶 了 猴子和林玉堂 纷纷转过头 虽然有点惊讶 不过毕竟都是真男人 过了一会儿 也就当然接受了 不就是撸一撸的事吗 只有沈西这只假男人 哆嗦地打翻了泡脚水 要哭晕在厕所里了